对于家族性的肿瘤有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在这个家族中 在年龄很低的时候发生肿瘤 因为肿瘤的耗发年龄一般 它是一个老年病 是60岁之后的 所以如果在二三十岁 或者是40岁之前 这样年轻的时候发生的肿瘤 就是家族中有这样的病人 这是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些病人他会在不同的时间 患多种肿瘤 包括他同时可以有 数尿管的上皮癌 肺癌或者是食管癌 还有就是一个家族中 有多发的肿瘤的患者 如果有这些条件的话 我们要去对这个家族的人 进行一个基因的筛查 可能能够找到基因缺陷 然后给予相关的指导 来避免或者是早期的发现 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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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